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晚80后脱口秀 主持人王自建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位置这个话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节目的定位 当然 节目的定位现阶段就是做中国最好的脱口秀节目 我们的定位 反正我们就这么定位 能不能做到是竞争对手说了算的 他们努力一点我们就做不到 但是我们还是做到 这是节目的定位 对我本人的定位也是 我一直想做一个能够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的花样美男 但是真的有点难 你知道逗人笑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花样美男来说 不过无论如何 我觉得不管是节目是人 以及我们每一个人 甚至每一个东西都要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 才能很好的在这个社会里面生存下 这期中美电影节的参展作品给大家带来了十分火爆的黄金时代 这是一部讲述传奇女性萧红一生的故事 那剧中更加吸引人眼球的就是由大家非常喜欢的女生汤唯所主演的萧红 真的是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先读为快吧 我叫萧红 原名张南莹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 农历端午节 出生于黑龙江忽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一九四二年 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一时 农历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与盛世提凡女校的临时医院 享年三十一岁 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 六月里就结果子 黄瓜 茄子 玉叔叔 大云斗 本期的环球想先看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周 大家再见